大家好,我是在晴朗DT出发的国志人 压力与交税死亡是一样的,你没得比的 所以我们有时要试试欣赏压力的好处 例如你不觉得如果没有压力,没有deadline的话 有些事情你一世都不会做的吗? 或者一世你都交不到的吗? 不过有时压力真的大到我们顶不住 那怎么办呢? 可能在公司出街,我都一定会带着个Earphone 因为当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就会带着它三分钟至四分钟 让自己和这个世界隔着一会儿 然后就选一些你最喜欢的音乐给自己听 例如最近有两首音乐我常常会带着 压力一大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听 大家都很熟悉的,这首是《亚金正传》的主题曲 幻想一下自己坐在巴士站旁边 那些树叶慢慢飘下来,是否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呢? 另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,就是巴克的一个小舞步曲 好了,我一听这首音乐 就觉得回到以前小朋友的时代没有压力感 今天开始,你也试试选一首音乐 三分钟至四分钟 每天给自己三分三十秒一个放松的时间 爱自己,支持滴滴330 对哪一首音乐 特别人感觉 对哪一名很熟悉 明显 要遇到大压力